今天过来加一斤水下流水 这里都是高压楼 我之前拍片说这些高压楼水温比较高 通常五年三五年左右就可能会流水 业主开头发现洗手盆楼底 水在这里流出来 水迹和白华已经形成了 而这间屋装修好四五年 这些位置是靠胶圈顶死的 这些位置是靠胶圈 它在这里打水后胶部是不专业的 也是错的 下了胶部反而还会流水 因为你没有了接触面 感觉不到是何时会到位 接着我们一路谷 所以我们会吸收汗部里 十五個巴 踢一停 基本上是誰會見到會跌的 如果它漏水的話 你看五分鐘就什麼都夠了 接著試鋒的時候 我們看看水龍頭有沒有滴水 通常新的龍頭很少滴 再看看曲斜制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滴水 大概過兩分鐘 它已經跌低過十個巴 這樣都肯定是熱水後流水 如果熱水後流水 凍水就不用試了 因為凍水比較難試 因為凍水很長 而這個單位的水庫 就在雙袍裏面 有很多困難的兩次 所以我們就暫時可以 基本上可以用它 另外這個混合龍頭 這兩個位置要敏櫻泥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個位置深 很多情況的維修都是沒有敏櫻泥的 而這個用玻璃膠也是不好的 這些都是有 因為裝潢時那些瓷瓷濕 濕就不吃玻璃膠 這些全部都是有空隙 做了和沒有做分別不大 我們把玻璃膠剪開 最後看到裡面都是汽水淡的 把玻璃膠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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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保護作用的 就是扭牙咀時 沒有那麼容易扭爆 因為它有疼疼蠻藝 保護著 就不會說質素不好而裂開 還有可以原定 write ? 這位鐘聲明 你可以去維修 を容易に鍺を分す これを押し 持ちを押し ここを取り この位置 押し 明明する位置 就不會熱位 最後那些 記得那些混合籠頭 有冷熱水的地方 熱水要拆開去封 否則 開箱頭才熱水都會有水 很多大廈要做 電力測檢的時候 就要做這個水扇 而以前很多師傅 用這樣的水扇 掛在這裏 做一個絕駁位 但是門開得久 這個水扇就很快斷了 而後期有些師傅 就改了這隻 他把水扇整個圈一個圈 就增加伸縮位 就給這個門 接駁位用 發現就沒有那麼容易斷 如這些熱水 喉來說 熱水 巴加布 也增加了一個空間 給他做伸縮 漏水 機會都會減少很多很多 如果接受我這套說法的師傅 有一個很大的知識的增加 也是一個無價寶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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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湊水 對